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新世界のゲンスリオと申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王的严实良老师 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做新编日语教程第四册第一课的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 第一题呢 是选词填空的题目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红色的框框当中呢 给出了一些我们在 第一课当中曾经学过的一些词汇和一些文法 然后呢 请各位同学 在阅读了下面这个题目的旗干的基础之上呢 从上面的框框当中选出一个合适的选项 填入当中即可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选项 包括了有 都是我们接触过的文法和单词 我们一题来看 首先看一下第一题 タイムカードをした何々だが 記録がなくて欠勤とされた 那大家思考一下 这道题目应该选哪个选项呢 那么正确的答应应该是 つもり 那想必大家都选对了 因为它构成是 たつもりだ 这个形式 表示自认为 对吧 所以这句话表示什么含义呢 タイムカード タイム就是时间 カード是卡 所以所谓的タイムカード 就是我们上班的同学可能会知道 就是考勤卡嘛 对吧 我自己自以为我按了那考勤卡吧 却怎么样呢 却 記録がなくて 没有这个记录 于是呢 欠勤とされた 被当成没上班 缺席了 对吧 好 所以第一题它选的是 つもり 然后看一下第二题 前面是 たばこやめようとがんばっていたが 后面呢 是すってしまった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在上面这么多选项当中 应该选出哪一个呢 那么正确的答应应该是 つい 这个つい我们讲过 是不知不觉的意思 也就是我原本 没想做的动作 把一不留声做了 对吧 或者是相反 原本想做的动作呢 一不留声 忘了做没做 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たばこやめようとがんばっていたが 我在拼了命的 努力要去戒烟 ついすってしまった 一不留声吧 又吸了 就这个意思 好 来看一下第三题 前面是七月 后面是 気温が上がらず すごしやすい 那么请各位同学 先看看 哪个比较合适呢 那么正确的答应应该是 とは言うものの ものの是表示转折 虽然但是的意思 而とは言うものの 就等于了 といとも表示虽说 对吧 所以七月とは言うものの 気温が上がらず すごしやすい 虽然说是七月份吧 但是它的温度 一点都不提升 还是非常舒适的 这样的意思 好 来看一下第四题 もう何かの漢字が 先に返った 何々何事だ 大家先思考一下 应该选 哪个选项比较好呢 那么正确的答应应该是 とは 这个とは呢 虽然表示一种 惊讶 或者不满 生气的一种语气 对吧 它跟在各种词的 简体节制的小句后面 所以 この漢字が先に返った とは何事だ 这个忘年会的负责人 他先 自己一个人先回家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很生气的语气 好 继续看下面 下面 它的这个 上面的方框装说 选项没有什么 它的变化 我们来看 直接看一下第五题 前面给的是 后面是 そのアルバムは 全身そのものだ アルバム就是相册 或者是 现在歌手的专辑 也可以叫アルバム 那么 各同学可以看一下 选哪个呢 那么 那么正确的答应应该是 这个下落呢 所以受到了希腊严重的财政问题 影响呢 日本和美国都怎么样 都株価が下落している 这个股价都开始下滑了 的意思 好 再来看一下下面 下面第七题 我们去警察局吧 我们去警察局吧 选的含义 好 再来看一下下面第八题 自分のお小遣いぐらいは 你自己去赚 虽然这么说着吧 但是妈妈呢 还是给了我三万余元 虽然 但是转折的逻辑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题目 那么下面题目的话 它这个方框中的词呢 有稍微一些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筒 然后呢 是物だから 再是にしてみれば 然后再是あたり 再是物のつもりで 物で和筒も 这个形式 好 接下来 同样的 警察局在 这些词当中 或者一些句型当中 选择合适的 听入下面的括号当中 来看一下第九题 前面给的是 今回のスパイは私 后面呢 是 いい経験になった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应该选哪一个呢 那么这些答案应该是 今回のスパイは 私にしてみれば いい経験になった 那么考察是 にしてみれば 这个句型表示是 对于什么来说 或者从什么 谁的立场上 来看的意思的吧 这次的失败呢 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 很好的经验 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再来看一下 下面第十题 前面给的是 新カメラを買った 后面呢是 まだ一度も使っていない 同样的 各同学思考一下 应该选几比较合适呢 那么这次的答案应该是 mono no 所以他考察是 虽然但是 这个转折 含义的mono no 对吧 所以 新カメラを買った mono no まだ一度も使っていない 表示 虽然我买了新的照相机吧 但是我还一次都没有用过呢 虽然但是的含义 来看一下 第十一题 前面是 台帳を崩した 后面给的是 会社を招待した 我们同学大家思考一下 应该选几比较合适呢 那么答应该是 mono de mono de 我们讲过 这和monoだから一样 用来解释原因理由的 而且有种狡辩 或者解释的语气 在当中 对吧 所以呢 台帳を崩したmono de 会社を招待した 那解释 我为什么今天早退呢 因为我身体不舒服 所以你的早退公司了 这个意思 好 再来看一下第十二题 妹は アミモのアミナイナに 歌うたっている 这条文章 应该选哪一个选项合适呢 那么这条文章应该是 つつ 在这里同样表示 一边一边这个含义 所以妹妹一边 支着这个编织的东西 一边在唱歌 这个含义 好 看一下下面 第十三题 他们的方框内的选项 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就不再过一遍了 第十三题 コーヒー一杯を飲んだ 后面是 そのビューのお金を ポッキング箱に入れた 来看一下 应该选几呢 那么这条文章应该是 つもりで 所以他所考察是 たつもりで 叫做就当作 就当作 我喝了一杯咖啡吧 我把那部分的钱 放到了募捐箱里面去 就当作的意思 好 再来看一下下面 第十四题 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们给比赛的选手 平均每个人 都发了两条毛巾 这个意思 好 再来看一下下面的 第十五题 小さい頃は 体が弱かったないなに よく病院に通っていた 大家思考一下 是哪一个呢 那么正确的答应该是 物だから 还是用来表示原因理由的 而且用来解释或狡辩自己的言行举止 所以表示 是因为小时候身体非常弱 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这样子吧 但是 嘘ついてしまった 我还是撒谎 好 这个含乱 好 那么这句话就表示 对于顾客来说 或者从顾客的立场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公司内部的这个情况是根本就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他考察就是Niche de Milibar这个句子的用法 然后呢 下面一二三四四道题目当中呢 都会使用到Niche de Milibar这个句子 那么就请各位同学 用Niche de Milibar这个句子的逻辑 把前后项的内容给顺一顺之后呢 想办法把ABCD填入到一二三四当中 同样的 这四道题目首先呢 先给大家一些时间去过目浏览一下 然后我们依照的来看 好 那么想必各位同学啊 大致看一下之后呢 信中也应该有一个粗略的答案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题 信中的私にしてみれば 应该选几呢 答案应该是 B 今の仕事は学べることが多くて楽しい 表示 对于新人的我来说啊 现在工作呢 能够学到的东西非常多 很愉快 很开心 这样的意思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填的是前半句啊 然后呢 后面是 子供がスクスク成長してくれれば 満足だ スクスク是表示 就是非常健康的成长 成长成长的这个样子啊 好 这要是什么选题呢 答案应该是 D 母親にしてみれば 子供がスクスク成長してくれれば 満足だ 对于母亲来说 或者呢 站在母亲的立场上来看的话 孩子茁壮成长的话 就很满足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 第三题 前面是 Olympicを目指してる彼れにしてみれば 那么 要填后半句的话 应该是 极比较合适呢 答案应该是 A 今回の試合はとても大事だ 表示 对于 以奥运会为目标的 他来说的话 这次的比赛是 非常重要的 好 再看一下 下面 第四题 那么第四题 剩下只有 唯一的答案就是 C 病気に苦しんでいる患者さんにしてみれば 健康が何より大切でしょう 表示 对于 正在受病魔折磨的患者来说的话呢 健康是最重要的 所以 另一 他考察的还是 にしてみれば 这个句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 同样的 看一下例子 子供が急に寝座したものだから 午後の場合はどうやすんだ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发现 他所考察就是 ものだから 这个原因理由的句型 那么一样 下面一二三四道题目 都用到了ものだから 那么请各位同学 用ものだから的前后逻辑 把ABCD分别填入到 上面四句话当中 同样先给大家 一些时间 先过目一下 好 三应该是 A カツに嫌な匂いがしている 表示 因为下水道堵住了 这个排水流不出去的原因呢 导致 整个家里面都是一股 味道 好 来看一下 下面 前面是要你填的 然后呢 后面是 まだ友達ができていない 那么前半句填 哪一个比较好呢 那么答案应该是 D 先週 天候してきたものだから まだ友達ができていない 表示 因为我上个礼拜 才转校过来 所以呢 还没有交到朋友呢 这样的含义 好 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前面是 导致より早く仕事を 終わらせたものだから 那么大家看一下 后半句应该选几 那么答案应该是 C 上司に褒められた 因为我比预定的安排 更早的完成了工作 所以呢 被领导表扬了 对吧 那么第四题 自然也只有一个选项 也就是 B可以选 つかてつが 故障したものだから 表示 因为今天早上 地铁出了故障了 所以今天早上迟到了 这个含义 所以赵廷姆他考察是 ものだから 这个形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 下面一题 前面是 Instant stockingは便利なものの 食べすぎると体によくない 这样一个例句 表示 虽然素食食品很方便 但是吃太多 对身体是不好的 所以明显他考察 就是もの 这个虽然 但是 这个转折的逻辑的一个句型 那么同样 请各位同学 根据もの 这个转折逻辑 把ABCD 分明停入到 1234的四句话当中 也先给大家几分钟时间 来过目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前半句就是说大家填的 后面是 一度もかけたことがない 那么前半句 点哪一个比较好呢 答应应该是 D 彼の携带番号をメモしておいたものの 一度もかけたことがない 表示 但是 虽然 我把他的这个手机号码给记录下来了 可是我一次都没有打过电话 的意思 对吧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同样是填前半句 后面是 嫌だと断らえた 那么选几比较合适呢 答应应该是 B 家事の手伝いを娘に頼んだものの 嫌だと断らえた 我拜托女儿来帮我做家务 但是呢 却被拒绝了 这样的含义 好 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タムラさんには彼女がいるものの 那后半句应该填什么比较好呢 答应应该是 A 他の女の子と一緒に映画を見に行ったらしい 这个タムラさん 人品不是非常过关 她虽然有女朋友吧 但是还是和其他的女孩子 一起去看电影了 这样的含义 好 开始 看一下第四题 那么第四题 就唯一的答案可以选就是 C 前面是 娘に新しい時を買ってあげたものの 后面是 デザインが古くて センスがないと言われた 那 我虽然给女儿买了一个新的手表吧 却被说什么呢 却被说 哎呀 你这个款式太旧了 也没什么品位 虽然 但是的含义 所以这套题目他考察就是 モノの这个具体用法 来看一下第四题 例子是 今回はベスト作りしたつもりだ がまた相手に負けてしまった 对吧 那么换句话说 他考察就是 他つもり这个 自认为 这个具体用法 那么同样 先给各位同学 几分钟时间 把题目浏览一遍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该怎么填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定一题 定一题前半句 是这套填的 后面是 GoGoになって Yuto toしはじめた Yuto toする 就开始 有点打瞌睡的样子 那么这样的题目选几呢 答应应该是 C Yubeぐすり眠ったつもりだが GoGoになってYuto toしはじめた 要是我自己以为 昨天晚上我睡得很香 但是没想到 一到下午吧 我又开始犯困打瞌睡了 对吧 好 看一下第二题 今回出したreport よく書いたつもりだけど 选几 那么显然答应应该是 D 先生の評価はあまり高くなかった 我虽然自认为 这次的报告写得非常好吧 但没想到老师的评价 却不是很高 好 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前半句是要填的后面是 夜中に電話が鳴ってびっくりした 答应应该是 A ケッタの電源を切ったつもりだが 我以为我把手机电源给关了 到了 没想到到了半夜 这个手机响了 我吓了一大跳 对吧 那么最后一题自然就选的是 B 借金を全て返済したつもりだけど 花子ちゃんにまだ返していない と言われた 我自认为我把欠款全部还清了吧 没想到 这个花子却跟我说 我没有还他钱 所以考察是自认为 他つもり 这个句子的用法 下面 第五题 通过这个例子大家知道 他所考察就是 在这里表示 一边一边这个含义的用法 对吧 一边想着高兴的他的这张脸 一边呢 在选择礼物的意思 那么同样 也先给各位同学一些时间 把下面题目过目一下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选择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前半句是要填的 后面是 好吧 formula 旋曲比较合适呢 答应应该是 b 对吧 音楽を聴きつつ 宿題をするのはよくない 表示 一邊聽音樂一邊作樂 這是不好的 再來看一下第二題 Homestayの家族みんなの優しい感を思いつつ 選擇呢 那麼答案應該是 C Kansoの手紙を書いた 表示 我一邊想著Homestay 他們那家人 非常對我很親切 很好的那個表情 一邊寫了感謝的一封信 好 看一下第三題 なえなに 小田了之後呢 Kikakushu kaiita 進行答案應該是 り 新人事業の成功を考えつつ Kikakushu kaiita 对吧 表示 我一邊想著新事業的成功 一邊再寫這個計畫書的含義 好 看一下第四題 夫は子供の寝顔を眺めつつ なになに 燃燒き呢 那麼當然答案只有一個了 就是 A まんぞくげにわらっていた 這裡呢 先預告一下 有個ge 這個句型 ge這個句型呢 是我們二句型 它就和我們初級學習的樣態主動詞 表示 看上去 看起來so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所謂的 まんぞくげ 就是まんぞくso 看上去 看上去很滿意的 在那邊笑 一邊看著孩子的睡臉 一邊很滿意的 在那邊笑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文法的排序題 那麼第一題 甘いものはカロリーがないなに ついケーキを全部食べてしまった 選項 1つつ 2たかい 3も 4としり 那麼各位同意思考一下 照聽的正確順序 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 那麼答案應該是 甘いものはカロリーが たかいとしりつつも ついケーキを全部食べてしまった 表示 雖然我知道 甜的東西 它的カロリー很高吧 月亮很高吧 但是呢 我還是一不六十把蛋糕全吃完了 好 再來看一下第三題 第二題 プロのヤマダさん 然後呢 後面是 なになには 大した問題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後面是 1.見れば 2.これぐらいの 3.困難 4.にして 那麼該如何正確排斥呢 那麼答案應該是 プロのヤマダさん にして みれば これぐらいの困難は 大した問題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這裡有個大した 它作為連體詞來使用的話 它後面必須揭明詞 它表示非常厲害的 很重要的什麼東西 對吧 所以考察是 にしてみれば 這個句型的用法 對於 專業的 田 就啊 山田來說的話呢 這麼一點的困難 應該不是一個太大回事吧 好 再來看一下 第三題 彼女は妊娠何々 1日10時間以上働いている 1.物 2.相変わらず 3.した 4.の 那麼 真正確排斥呢 彼女は妊娠したものの 相変わらず 1日10時間以上働いている 這裡有個詞 相変わらず表示 還是依然沒有變化的 是這個樣子 那麼 考察是ものの 這個句型用法表示 她雖然懷孕了 但 依然還是 一天工作 10小時以上 好了 看一下第四題 広告会社の値上げ 何々 今回はその企画館を 見送ることにした 這裡 見送る這個詞 不表示 送別送行的意思 這裡表示 把某件事情暫緩 先放一放 先不去管它了 何々を見送る 這個形式 來看一下 第一個 選項 覆られない 2番 2 3番 だから 4番 物 應該怎麼樣來排序呢 我們進行的答案應該是 広告会社の値上げに 覆られないものだから 今回はその企画案を 見送ることにした 表示 因為我沒有辦法應對 廣告公司的漲價 所以呢 這次我們只能把這個 企画案給暫緩了 考察是 物だから 這個句詞用法 好 看一下最後一題 鍵を買わうに 何々 どう探しても 見つからない 1 つもり 2 けど 3 だ 4 入れた 那麼答案應該是 鍵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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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れた つもり だけど どを 探しても 見つからない 考察的是 自認為 他 つもり 這個句型的用法 我自認為 我把這個鑰匙 放在了包裡面了 却怎么找都 找不到的 含義 好 那麼 第一課的內容呢 到這裡就全部結束了 從下講開始 我們就進入 第四册 第二課的學習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